公立幼稚園它成立的時候 它那個公立幼稚園的招生辦法 它有分順位 五個順位 第一個順位呢 就是弱勢家庭 然後經濟比較差的 然後其他包含 有些保障的 或家裡有三個小孩以上的 它會有優先順序 一直到第五個順位 才是所謂的一般家庭 那它今天這樣 那它說我管你什麼順位 我就是抽中啊 所以我就要想好權益 沒有錯 可是大家會去討論就是說 公立幼稚園它的成立 既然有順位之分的話 就表示說第一個順位的人 其實還是他主要想要 照顧的對象就是弱勢嘛 那今天你四點以後 沒有辦法再去幫你帶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想辦法 不是你自己去接 你想辦法讓後續的 那個階段再補上來 現在大家都是 很多家長都是分段的 像我也是用分段的 以我家長的角度 我覺得小孩子在一個地方 不要移動會比較好 因為其實移動會有風險 比如說他等四點下課之後 你看那個安清班 跑去安清班 所以最好在一個地方 但是我想可能人員可以替換 像我之前也是有嘗試要去抽 可是我就在網路 因為我們有個社團 網路上說沒有了 已經沒有名額了 所以基本上 你還沒出門就沒有名額了 對啊 因為會有那個媽媽團體 會說已經大概就知道有多少人 他要先去登記 登記到時間的時候抽籤 大概你也知道就沒有名額 那通常那後來我就選擇 念那個私立的幼稚園 因為沒有辦法選擇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少子化的原因 因為大家都很希望能夠生小孩 可是真的負擔不起 可是一般幼稚園 大概也是大概4點50下課 所以我4點50之後 就讓他去學很多的才藝 在幼稚園裡頭 他其他的老師會進來 什麼打鼓啦 空手道啦 魔術啦 然後可以撐到6點鐘 所以你就讓他學才藝 學才藝 那時候以前對你來講很幹嘛 我覺得有時候 像我們工作的時間不一定 或者是說有時候晚上 會有一些工作 所以就沒有辦法接 因為你可能下午要彩排 就沒有辦法接 後來我就自己找了一個家教姊姊 你再找家教 對 就是我除了 那個私立幼稚園加進去之後 他現在念小學了啦 私立幼稚園加進去之後 然後我給他學才藝 然後有一個家教姊姊 所以呢就是家教姊姊 會在家裡頭陪他 他有送安親班嗎 他沒有送安親班 因為就整天啊 我不喜歡這樣送來送去 就一整天在幼稚園 一整天在 我現在是念小學 一整天在小學 然後晚上又有一個家教 大學的姊姊 回來家裡的時候嗎 對 陪他 所以那個 是你小孩子接回來才有家教嗎 對 家教姊姊 然後有時候家教姊姊會去學校 然後把他接他回來 然後帶他坐坐公車 因為我覺得現在小孩 太幸福了 就是不喜歡坐公車 不喜歡走路 永遠就說爸爸車子怎麼沒有來 所以我都跟姊姊說 如果能夠接你就帶他走一段回家 或者是坐捷運回來 那那個大學家教要給他多少錢 就是看基本工資嘛 然後再多一點點 兩萬多 沒有那麼多啦 因為他就是晚上六點鐘到九點鐘 小孩子 算小時的 現在基本工資多少 現在好像漲到了150吧 140嗎 本來是133 這次調到150 我跟你講這就真的有給錢啦 對 今年開始1月1號開始變150 所以換句話說你一天大概要給他 如果他有來給他差不多500塊 500塊 對不對 可是你以前是133 你怎麼不能給人家399 你好歹也會多給一點啊 不要給399 不好看啦 給400 哈哈哈 不是說400塊給你 找一塊錢給我 不用找啦 大氣一點好不好 對啦 然後還要吃嘛 然後就是晚餐啊什麼的 所以又多花了很多錢